不過我覺得聽到那個文俊呢 在英國發展那麼多有趣的事情 覺得 可是我在言談之中我覺得你是一個有夢想的人 你的夢想是當然是跳舞演戲 可是你心中 也有一種使命感對不對 像這個就是你想做的東西對不對 對 其中的一個 對 來 介紹一下這個是什麼 他是用簡體字寫的國語音樂劇 身邊有我 hear with me 來 講一下這個東西 這是我在倫敦我們自己做的一齣國語音樂劇 是基督教信的 那這一齣劇是我們自己寫歌寫曲 然後自己製作 也是因為我覺得神給我有這樣子的恩典 能夠進入到歌舞劇界 有這樣子的經驗 所以我就把我的經驗帶到教會裡面 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傳福音 那為什麼是簡體字呢 因為最近這幾年很多是中國來的那些朋友 所以我們就決定說我們用簡體字來做 這樣跟他們傳福音 這是其中的一個我的一個理想 就是能夠用我自己所學的那些舞蹈啊 藝術方式來做福音工作 那我現在呢 也是自己成立了一個叫做藝術 藝橋 藝術的藝橋良的橋 叫做藝橋 藝術經紀公司 那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我想要為藝術家做有這樣子流通的管道 因為我覺得台灣好像很多藝術人是有經紀人 對 但是藝術家沒有這樣子的經紀人 很少藝術家有經紀人 所以我想要藉由我有這樣子的機會 可以跟國外把台灣的藝術家帶到國外去 聽說你籌備這一齣戲是有很多故事跟見證的 對 加上看 很特別的是這一齣劇呢 因為大家知道我們是想要做國語劇 但是國語劇很少有音樂劇 你們在國外演國語劇啊 對 我們是針對國外的華人 其實國外很多華人 但是都是講廣東話 但是最近這幾年從中國來的就是因為很多人 那我們想要用國語劇的方式去跟他們傳福音 但是呢 因為我們教會大部分都還是講粵語廣東話的人 講廣東話的 對 廣東話的 所以很特別是很奇妙的一個經歷就是說 演的人全部都是廣東人 只有我一個 我是演人家的情婦啦 只有我一個是台灣人 講國語比較標準 其他全部國語都不標準 有一個弟兄特別的是很可愛的是 他完全聽不懂國語 他只會 不懂聽不懂說 所以他就 他太太是中國人 所以他叫他太太把劇本整個念下來 錄音下來 每天上班的時候 放 去背 去背字 好努力喔 背完整齣劇這樣子 聽說你們在英國演一演很受歡迎 還跑到法國去演 對 他們法國邀請我們去演 但是 因為時間 真的還假的 法國什麼人邀請你們去 法國的教會 真的 那因為真的是很特別的機會能夠 我們總共有八間教會聯合 然後有一百多個 一百五十多個人 一起來製作這一齣劇 但是因為我們都是業餘的 他們都是業餘的啦 只有我一個人專業 只有妳是專業的 那因為我專業我也不能走 所以我們就沒有這樣子的機會 不過我希望以後有機會的話 可能成立像香港那種 藝人之家那一方面的 在藝人界 藝術界也有基督徒的時候 我們可以一起來做這樣的事工 對 聽說妳還為了解 教會的故事妳還跑到以色列埃及去啊 對 會嗎 我覺得因為有些小 去走耶穌的足跡嗎 對 因為從小就是基督徒 所以有些時候 覺得說 聽那麼多 不過倒不如自己親身去經歷一下 真的 我覺得妳是一個 信仰的實踐者 妳想去 親身經歷那一個地方對不對 因為 別人說倒不如自己去看 妳自己去看 妳的體驗 可能跟別人是不一樣的 那妳自己在當中的學習成長 我覺得是更重要的 而不是說 別人說什麼妳跟著造的學這樣子 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或是說神 對妳的意義是什麼 我覺得 對我來說 對不起 妳會放那個悲傷的音樂啊 我想哭 沒關係 就哭吧 沒有我覺得 因為離開台灣13年嘛 是 那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沒有神 我走不了那麼久 我覺得會很難過 因為 應該是很孤寬 對 那我覺得因為有神的陪伴 讓我在做每一件事情 雖然我父母不在我旁邊 但是我相信神是我的標準 因為祂的標準 比人的標準更高 所以 讓我知道說 我做的事 我要朝著神 要我做的標準去做 盡量做到我的最好 對 對不起 但我相信神也是妳的安慰 除了是妳的標準 她應該是安慰更多於妳的標準 對不對 所以妳在國外應該一個人 在國外十幾年 想家的時候 孤單的時候妳怎麼辦 跟神祷告吧 對不起 跟神祷告 妳怎麼樣度過這個漫漫長夜 那麼多一個人的日子 我覺得很感謝神是 在教會當中的弟兄姊妹 他們是妳的很好的知識 對 特別是牧師他們一家人 看著我長大 從我剛到英國 然後 就是看一個小女孩漸漸長大 呈現在這樣子在 百老回上面跳的人 她等於是我第二個父母 明年約滿了 妳有可能會想做別人嗎 嗯 想做什麼 我想把我在國外學習到的經驗 帶回來 所以我明年想要 妳想回到台灣來 我想要成立 在台灣我想要 就是舉辦第一屆的 台灣國際表演藝術 演習營 真的妳好有理想 沒有 我覺得是 我有這個機會 能夠與國外的人一起同工 那我覺得我想把我的同事 每個人都在百老會工作的人 一起帶回來台灣 讓台灣人也可以有這樣的機會 去晉身接觸 有這樣子的機會去學習 我最後聽妳這段話很感動 其實妳在異鄉十幾年 但妳想著還是妳的家鄉 妳愛著還是這一塊地方 所以妳很想回來 貢獻妳所學的 我覺得妳回來 我們一定 感覺是如獲至寶 因為妳可以把十幾年 英國的經驗帶回來 因為其實 不然妳回來換我去好 因為其實在國外那麼久 林陽還有缺人 不然我想演王辛巴 沒有 因為我覺得在國外那麼久 然後離開台灣也是很小 所以我覺得有些時候 變成是自己是中間人 那中間人有好有壞 你會覺得說我漂浮 你真的覺得說 其實我同時 我同 跟我在一起的那個 教會的朋友說 我是Banana 香蕉 外黃黎白 你知道嗎 所以我的思想 那感覺就是有點白 因為妳已經在那邊太久了 對 但是我覺得那個根還是在 妳會覺得 父母給妳這個錢 台灣是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妳自然而然就會想要回來 我最後問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電視機面前 有一些人 有跟妳有這樣的夢想 想成為一個舞者 也想到國外發展 妳會給他們什麼建議 我覺得盡量去試 然後不要怕失敗 然後盡量就是做到妳最大的努力 就算是妳沒有盡也沒有關係 我覺得妳這樣子不要浪費妳的生命 那也不會浪費 怎麼講 對我來講 我說神給我這樣子恩賜會跳舞 那我要用我最大的力量 把這個恩賜發揮出來 謝謝主持人 今天非常謝謝文君來到我們當中 有歡笑也有言論 這就是妳真實的人生 而且妳走過一段路 而且很高興妳也有把這些 拿回到妳的家鄉來貢獻 OK 希望看到妳更好的作品 謝謝 也希望妳的夢想能夠實現 謝謝老師 黃國人一長世界 妳如果有夢就去做 但如果妳有上帝的幫忙 妳會更加的幸福 OK 謝謝 希望不久能夠在台灣看到妳的 會 會 謝謝 See you next time